因为现在谢国良 如同我刚刚 邀林佑昌来一笔叫 糟糕了 因为事实上 包含很多现在基隆市的改头换面 其实都是林佑昌任内做的 像我们刚刚看海洋广场 其实在林佑昌当市长之前 这边也不是广场 这边就是一个人行道 而且没有经过拓宽 空间很窄 包含基隆的东岸商场 现在是基隆市一个 最主要的商业中心 在林佑昌当市长以前 那边就是一个停车场 而且事实上 大家还会不太敢去 觉得那边很脏乱 可能甚至有些流浪汉 或者有些治安的死角状况等等 这些都是林佑昌在任内 让基隆市改头换面 那现在如果让 他打死不愿意离林佑昌来 从民调看很清楚 市民对于谢国良 林佑昌两任市长感受 是叫什么 敬畏分明 所以现在如果让林佑昌 有了这个舞台 其实就算 坦白说这个基隆转运战 事实上根本跟党 党务跟政治口水 这些是无关的 他就是一个市政 成先起后 林佑昌任内启动 然后在你任内落成 所以一般来讲 包含我们看到台北市 有时候办活动 其实也会找以前的市长来 对不对 去找柯文 找郝龙斌等等 那现在很明显 谢国良就是担心说 如果林佑昌一跟他同台 其实这个画面一出来 有没有 谢国良在这 林佑昌在这 然后市民一看到说 老市长 都觉得说 其实 还是怀念前市长 对啊 政绩这么多 那就会让大家提醒起来说 现在谢国良市长 真的是当的不好 真的是没有林佑昌 当市长的时候 都知道大家肯定嘛 那就会更强化 说大家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再换一个人 看看感觉 所以谢国良 现在事实上 他一方面 你看现在国民党 最近党中 整个说热战 谢国良目前 还是没有站到第一线 那包含说 他连市政的行程 也很害怕 跟这个民进党的前市长 林佑昌站在一起 就知道 他现在对于 所有针对他市政 对他司法弊端之一 事实上他的态度 目前为止 都还是选择 想要投滴滴 看可不可以 不要大家把焦点 聚集到他身上 所以国民党 未来要去 推这一个热战 要先问 谢国良过不过去 他心里这一关 他到底有没有 这一个 有没有这一个把握 有没有这一个本钱 觉得说好 我可以站出来 为我的市政辩护 如果谢国良 还是觉得说 不行一比较 我就会这个 露出马脚的话 那你再怎么热战 都热战不起来 的确 443毛你怎么看 现在真的是 如果这个谢国良 去邀请林佑昌来 还真的是蛮难看的 会不会 当场大家一比高下力判 对啊 因为其实谢国良 他其实从选上之后 其实争议事件非常多 从之前的那个 狗狗楼 到今年初的那个 Net事件 所以才会造成 他那个提罢免 那我觉得就是 他2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的Net争议事件 其实他那个时候 算运气好 因为那个时候 2月份的相关影片 其实只有在网路上传 然后新闻都被 那个时候就是立法院 韩国瑜 还有民众党一些盖票 盖错票的 那些新闻盖版了 导致第二天 其实见报率不高 然后结果 但是他这次就是第二阶段 5月11号开始 5月11号开始 他真的就是运气不好 因为那个立法院 就是517事件 刚好就是第二阶段 一开始 然后刚好就遇到一个 517事件 所以就冲高 大家会去联署的 那个意愿 但是从5月份开始 联署的时候 其实就是从基隆那边 一直他们的菜样大堆 就一直讲说 受到很多的关切 受到很多的压力 然后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住在基隆 我们就只是往行政打压 我们都只是先在网路上看到 然后一直他们就讲说 不信你过来看看 你就知道被打压多严重 所以我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半夜有去 你有去 我去参加他们的 半夜两三点 去参加他的洗墙壁的活动 就是压一个板子 然后用高压水柱这样冲 然后我想说 我去帮你们伸愿 然后我开直播 半夜就宣传这件事 因为那时候在告急了 然后就宣传 我开直播 开直播5分钟而已 警察就来了 就你看跑到5分钟 5分09秒 两个警察就跑来了 速度这么快 超快的 效率超好的 我们没有在那边等很久 我们是车子一到 然后卸货 然后赶快洗洗要走 然后就5分钟警察就来 而他们说他们刚好路过 我是不太相信 是有那么巧会刚好路过 老家都好 对 然后来了以后警察也来了 然后到10分钟左右 就是从两个变4个 然后就人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就问他 他可能叫资源了对不对 对 可能是资源或者是路过的警察 越来越多 反正就两个变4个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问他说 那请问一下我们这样子有违法吗 然后他们也不讲话 就一个一直在那边讲电话 就是他一直打电话 然后另外一个一直站在我们旁边 那我们说我们可以再洗吗 他说也可以 然后 所以他说可以 警察说可以 他也没有阻止 他没有阻止 他没有阻止 然后他也没有说怎么样的 所以就是那个 就是一直 就是我们就在那边洗 洗到最后就讲说 好那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那他就点点头 然后我们就走了 老实说警察也不可能去限制你们的行动 因为我们这样也没有违法 像那天晚上唯一比较有违法的可能就是那个 发电机的声音 发电机声音可能吵一点 不过那边车子更吵啊 所以还好 然后呢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我后来我洗一个多少次 我就说好那我要回去了 我要请朋友带我回台北去 结果我站在路边 我站在路边 他们先走我一个人站路边 然后旁边就一台警车 然后我上了朋友 我大概等了五分钟十分钟 上了朋友的车子之后 那台警车就跟我们 我想说我是要回台北去 你跟他们继续行 你跟他们就算了 你跟我干嘛 然后就这样跟到我上快速告路才没有跟 也可能是巡逻路线刚好重叠 我不知道 但是对我来讲 我的感觉就是说 一台警车跟在我后面 你这是我觉得害怕吗 对 然后回到家之后 我就打电话跟他讲说 我安全回家 然后他说他们也有被警车跟 我说我也有 他到底开几台警车 是 对 那时候他们通电话可能都在叫支援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只是去那边开个直播 开个直播而已 为什么刚巧警车就要跟着我走 对 然后今天 这些可能都会增加那些拆量行动的困难度 增加拆量行动的压力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我出来洗 而且他们可能会被盘查 可能会怎么样 甚至可能会照到脸 我也是跟他讲说我网红不怕 你们要是怕的话 你们就戴个口罩怎么样的预防万一 对 然后所以这 你们会去洗地是因为他们拆量行动 没办法去架看板是不是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要有话题性 对 就是因为洗地板这个东西会是一个话题性 虽然说第二天就被他们派人刷掉了 对他们第二天 然后刷掉又会有 那还是速度很快 他们12个小时 效率真好 12个小时之内就全部刷掉了 然后刷掉之后 当然又会有一波话题 就是说你在怕什么 所以对那个拆量小组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话题的行动 那因为就是告急了嘛 所以就这一两个礼拜就是毕竟没什么资源 然后洗地板相较之下就是不太需要资源的 就你只要有一个发电机一台车 然后一个高压冲击机就可以用了 然后就是这样告急了一两个礼拜 最后现在他们说总共大概破四万份 因为他们的门槛是三万出头 所以四万份大概是抓三十%的不合格率 三十%的不合格率其实差不多了 因为我以前很无聊 我有做各个罢免案的不合格率 我都有做 其实成绩最好的应该是罢免韩国语 你看四% 七% 八% 尤其是四十万份才七%多 其实是成绩非常好的 相较之下其他来乱的 例如说四十几%罢免陈志忠四十几%不合格率 这种是蓝营发动的对不对 蓝营发动的罢免 罢免陈志忠应该是蓝营发动的 罢免高敏林三十六% 七十五% 我们看一些比较正常的 就是有罢免成功的 就是有开成功的 林长佐 林长佐就是送件三次都大概二十几% 所以如果我们是抓这种 就是有开成功罢免的 然后二十几%的几率我觉得差不多 所以他们抓三成应该是差不多 三成的不合格率 那如果充了四万多份 其实还是可以过第二阶段的门槛 还是可以达标 大概就是抓四万份 刚好就是抓三十%不合格率 就是以国民党那边 不要说国民党 以蓝营那边发动的最不好的成绩 来当做是地板来看的话 大概三成 那你预估现在第三阶段 大概哪时候可以投票 真正投罢免票 因为他还有一个顺序 因为他送件之后 他是七月初送件 七月五号吧 然后送件之后有审核期四十天 那如果四天发觉不够的话 还要再多十天补件 那加上五十天 那如果印去好的话 就没有这十天 然后再加上什么 那个谢国良要在十日之内提出一万字以内的答辩书 再加十天 还有答辩书 然后还有那个他们可能要上那个电视那个辩论啊 然后又再加个五天 还有电视辩论喔 如果两边都不想要可以取消 OK 然后如果一边有意愿的话 可能就变成谢国良缺席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 因为他有加一句说 如果两边都不要可以取消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 这个都几天几天 然后再加上最后一个是 公告二十日到六十日之内 那所以我们要是加最简单 这样加加最少也要三四个月 所以现在可能是年底吧 十月后到十二月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 希望第二阶段过了以后 确定要开罢免要投票了 然后希望国民党就是 尽量来基隆站台 这四五个月尽量来帮忙站台 因为四五个月要是冷掉了 冷掉大家就不出来投票了 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这四五个月 国民党一直来站台 那你觉得国民党谁最应该来 徐晓鑫来吗 晓鑫一定要来 晓鑫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对 因为他有放话 他前几天就放话了 他率领各县市的首长 还是立委都来 最好每周五六日三天都开好不好 对 五六日三天都开 那我五六日三天也都会去 那肯定会冲高 对 然后热度炒起来了 这样投票率才会高 谢国良晚上要跟党中央开会 静平你们的热战到底是 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如何热战 罢免本来就是 对被罢免方不利 就是像以谢国良市长为例的话 对谢国良市长 你就要提出这个 能够跟民众沟通说服了 那当然对于这个 要罢免他的这个民众 不容易很难 然后还有包括最后这 这个联署收件的 最后这一两个礼拜 民进党的有不少 基隆市市议员 有都也都开放他们的 这个服务处 联署书 开放联署 这个收集 所以我就说 民进党都已经决定去 声援山海拆凉公民行动 决定支持决定帮忙他们 那等于最后合流了 那国民党如果还在 冷眼旁观说 哎呦那个这个 我不能帮忙 不能怎样的话 那你不就是 等于害了谢国良 所以徐晓鑫委员一定会去 而且包括徐晓鑫在内 很多的这个立法委员 我觉得党籍的这些立委啊 或者是这个国民党 一定会去帮忙 因为我跟 我跟大家讲的意思说 冷处理 都一定必死无疑 面对这一场罢免这个 整个风起云涌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啊 谢国良有必要提出 完整的他的整个谢国良 和他的市政府团队 以及跟国民党中央 如何去协助他 如何让他能够在这个 基隆市降低他的 这个仇恶值 好比说 刚刚讲的那个 这个白沙发 这样的一个运动 这本来就是 当时基隆市政府 就已经说明 它是一个短期的活动性质 不是永久的采购 那现在罢免方 以及民进党的市议员 郑文婷 他们就说 东西在哪里啊 当时买了 那就要跟 就是跟议会背询 议会打询的 议事的这个询打一样 就要跟他们讲 跟市民说明 那本来就是一个 短期的活动 那不是一个长期的 这个永久的采购案 那短期的活动 它是整个包裹包装 然后经费费用多少 详细的这个支出如何 怎么样开销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算是 有民众批评 在之前去年前年 就已经有民众骂了 然后如何如何 就要跟他们讲 后来是道理从善如流 后来不再办类似的活动 所以今年没有了 还是怎么样 什么考量 这些就是有待于 他跟他的这个团队 他的当初的局处首长 都要出来跟谢国良 一起说明清楚 面对这一场 罢免的风情云友的 这个行动 谢国良跟国民党中央 都没有本钱 等钱试之 因为国民党中央 一定要全党去挺谢国良 一定要去帮他 不只是徐晓鑫 跟所有的这个立委 还有包括在 这个朱立伦之前 跑到了这个 基隆市的时候 前两天上礼拜嘛 那时候基隆市的 这个蓝营的支持者 他们也是很群情愤慨 不见得说 虽然有人喊出来说 要这个罢免同志伟 但是我相信 那是一个插枪 同志伟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我跟你讲 罢免的什么理由 蓝绿都一样 就像现在有人说 要罢免 那个夜圆资 只是因为 他是个四指挑软的资 要罢就罢的夜圆资 还蛮顺口溜的 没有特别的这个理由 蓝绿一旦开启了 罢免的这个 潘朵拉的这个盒子 这个绝对是 蓝绿互相毁灭 蓝的罢免绿的 蓝的支持者 就罢免绿的 绿的支持者 就罢免蓝的 就是这样 像不是之前 刚刚讲的 林昌佐 王浩宇 跟黄杰的背景 当时为什么要罢免 林昌佐 当时为什么要罢免 罢免黄杰 到现在大家回忆起来 罢免黄杰的理由是什么 罢免林昌佐 的理由是 还想一想 还真的想不太假 现在的风向 跟之前 是不是又有 不一样的地方 为了你们怎么评估 如果国民党 热战的结果 又把这个民进党 拉出来 意思说都是 你们在发动的 那到底这个最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会如这个 当然也有吴静怡就说 罢免会成为 一个所谓的 火烧连环船的 一个态势吗 当然都有可能 甚至于 以现在这一次 立法院的修法的 一个行动来看的话 国民党现在也稍微 有一点点说 实际上会怎么样 要看国民党 自己本身的一个判断 国民党现在的想法 就是说 召唤我蓝军的支持者 出来投不同一票 他们不是这样想 要死了啦 倒好的啦 基隆市长 要去找罢免 赶快出来 赶快出来 国民党现在的动作 就只有一个 就是说 以前支持国民党的 把支持蓝营吹出来 赶快回来 他说 没关系啦 我们这都没得逃 选到这个市长 都公布其三种选到 虽然做了 别人 香港人要打赛 你也就要出来 收听一下 热战就是这个概念而已 热战就是把自己的支持者 全部把它 要他们涌上街头 赶快那天 当天投票日 出来投票 就这个原因而已 但重点就是说 他还是会有后座力 为什么 你说大选的时候 政党在对决 那个时候当初 还有讲一些什么 政见 还有一些叫做中间选民 可是 真正在罢免的时候 中间选民我看就 可能就很少了 就是政党的始终的 但始终的他会不会说 今天不要上班好了 今天来救一下 那个谢国良一命好了 不然基隆市 快没有市长了 有些人会认为说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